大家好 歡迎回到你的頻道 我現在對著鏡頭有點害羞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試過這麼認真地對著鏡頭說話 這次再拍一遍我也做了一些新的樣子給自己的影片 當我鼓勵自己可以勤力一點的更新的頻道 其實我自己是想拍多一些跟懷孕 育兒有關的影片 始終是第一次做媽媽 無論是Vlog也好 分享也好 自己那時候有很多東西不懂 因為被經歷過 加上我很期待小寶寶的出生 所以我就拼命地看別人的影片 我自己覺得那些影片對我來說是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我現在也算是身體恢復得七七八八 就是有時間和力氣地跟大家分享我這個懷孕的過程 給我事先聲明一下 這影片可能會有點悶 始終是要做個媽媽 或者現在懷孕的你們 才會明白我在說什麼 在說懷孕之前就要由求婚和定婚講起 那時候就是2012…2012? 2021的11月 因為我和我老公 現在我們的家人是比較迷信風水 所以我們就集好時間 for什麼時候結婚 簽紙 和生小朋友 最後都出來的結論就是 2022年生小朋友是最適合的 當我們決定了在2022年生小朋友之後 有一樣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第一件事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做這個婚前檢查 如果你在家計會做 費用就會便宜一些 男同女也要做 我記得大概是1000多元一個人左右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去一些診所做 費用就一定會貴很多 可能要幾千元一個人 那時候我們就預約了12月去做 男同女也要檢查我們的生殖器官 抽血和驗療 要檢查我們的尿糖指數 身體裡面的紅血球 白血球的數量等等 其實檢查主要是看你有沒有梅毒 你月形肝炎和得過麻疹的礦體夠不夠 還有你有沒有第二宗可以貧血的遺傳基因 其實在做完之後很快就會有結果 我記得我們大概等了一個星期左右 當我們知道所有指數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放心地去結婚 我記得我在2022年1月的時候 那個人不知道做什麼事變得很焦慮 我買了很多支驗癮瓶 隔幾天就在這裡驗一次 好像擔心寶寶在2022年出不了世 我記得去到1月中的時候 我染還是一條線的 但我直覺告訴我應該是有了 因為我當時臉上了很多暗瘡 但我平時我的皮膚是不會這樣 甚至我離開一點錢 我都不會整個臉都是粒粒 然後去到1月底的時候 我染還是一條線 然後我老公還說 不要緊 我們下個月再來 不要緊的 然後我自己就不想撤 就在第二天早上 就讓我擦到兩支Clear Blue 就是最貴的 我想應該是最貴的那個牌子 那我一驗 一驗就有了 那我的兩支 一支就是驗你是不是拍華人 另一支就是電子板 那就可以檢查你到底華人了幾週 然後我就檢查那個電子板 然後我看 OMG 它已經寫著2至3week 然後我心想 我昨天用的 我前一晚用的某某牌子 為什麼都是一條線 已經兩至三個星期了 那支東西是不是廢了 所以如果你很緊張 想快點知道你是否華人 我是非常建議Clear Blue這個牌子的 Anyways我記得那時候的心情 是有點像之前小時候 可能收到大學提供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驗到某一天 就是我老爺的生日 我就偷偷你們買多了個蛋糕 寫著Grandpa Grandma 大概隔了一個星期左右 應該是第四週 我和我老公什麼都不認識 我們就走出去去訂婦科 就是朋友介紹的 然後我們去診所 當然什麼都照不到 因為只有四週而已 然後醫生就跟別人說 你們太早來了 只不過是正常的 不過我可以幫你抽血 那你就要抽兩天 分開抽 那就檢查你身體裡面的印童指數 以及它的上升速度 是否正常理不理想 然後去到第五週的時候 那診所就打給我 那他就說 你的印童指數非常理想 那你就是confirm你是華人的 不過你下一週 都要過來照這個超聲波 因為到時就應該是看到那個杯桌了 因為這樣就可以檢查 到底你會不會有什麼 Touchwood公外人的情況 那很感恩我在第六週去到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那天就已經可以看到那個 很小的杯桌 以及聽到他的心跳聲 不過就是很小聲 好像火車滾滾滾的樣子 然後去到華人的第七週 我的惡夢終於來了 我每天都好像Hangover發燒 然後個人又覺得很容易累 我本日已經睡十幾個小時 但是我下午也是要睡三四個小時 硬覺 有沒有吐的就不用說了 我吃三餐就吐三餐 是很辛苦的 然後那些食物好像完全消化不了 那噁心一點我也要說 我吐出來的東西 我吐下去馬桶那一刻 我還聞到本身的食物那個香味 我還記得當天我吃完這個燒雞 然後我吐了燒雞出來 然後我覺得馬桶很香 最搞笑的就是 那一陣子我不知道做什麼事 我非常喜歡喝滾水 你給我冷水或者是室溫水 我會馬上吐給你看 然後還有些什麼呢就是 我去洗手間 就會餓到屁股很多血 不過這個其實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你買回孕婦吃得的益生菌 就可以解決到的了 還有就是我的子宮 偶爾就會抽著的痛 那醫生就解釋是因為 你的子宮本身是很小的嘛 那你懷孕的過程 你的子宮會慢慢撐大 所以會痛 以上我所說的這些孕反應 都要去到四個多月才完結了 那我再去到下一次複診的時候 就是在十一週 就要做一個叫T21的test 那天醫生就說 順便抽血糖 所以我抽了六至七支血 T21就是一個無創的基因檢測 它是透過抽孕婦的血液 就可以驗到嬰兒 不是嬰兒 那個胎兒有沒有一些潛在的疾病風險 所以是一定要做的 還有可以驗到你裡面的 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記得我當時是做中文大學那款 價錢大概是六千至七千元左右 這款應該是最便宜的 那等一個星期左右就有結果了 那我在十二週收到結果的時候 知道嬰兒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那我就開始告訴我身邊的親戚 直接聽我亦有了 那我剛才就說我的印反應 去到四個多月才停 那所以其實我是懷胎頭三四個月了 我體重是跌著 那大概去到第十七週左右了 那這些反應就沒有了 然後我那個很旺盛的食慾就開始來了 我的體重有了 現在開始直線上升 同一時間 我是長期都覺得很喉乾 但我一天已經是喝三至四個月水了 那所以我不想不斷在泡水 在喝水 在喝水 我就訂了一些很大的水瓶 那就方便我在房間裡喝 那就想跟大家說一下第一次的胎動 那其實就是發生在這個第十八週 其實是沒什麼特別的 只是我臨睡前放在床上 然後感覺到我在肚子裡有一個很小的氣泡 然後一聲就爆開了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就是第一次的胎動 那也是差不多這時候了 應該第二十週左右 五個月 那我的腰痛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因為你肚子裡的胎兒就越來越大了 那它就有一點開始壓著你的骨 這樣很痛 然後我們平時穿襪啊穿褲啊 都會有污下這個動作的嘛 我開始覺得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是有點吃力的了 然後走到二十二週了 我就照結構 那其實這個過程跟照超聲波是差不多 不過時間就長很多的 照超聲波可能平時就是5至10分鐘 那照結構就大概照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了 那就是數清了BB的內臟啊 齊不齊啊 手指啊 幾隻啊 腳趾幾隻啊 有沒有吐唇之類等等 那 suppose呢 你在照結構的時候 你是可以照到BB初步那個羊 是一張彩色的圖 但是因為呢 我的BB是每一支橙劍啊 還有照結構那支也是啦 他也是喜歡用手遮住臉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啦 即是他現在出生了 他睡覺了 也是會用手遮住自己的臉在那裡 好像在沉思著 所以我從來都沒見過 他還是在拖兒的時候那個樣子是怎樣的 那大概在去年6月啦 2022年6月 就本身已經經歷了這個很厲害的第五波 然後那次好像又想有一個輕微的第六波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只是打了兩支Biontech 那還要第二支是在21年的6月打的 那所以其實我已經沒有什麼擴敵在那個身體裡面了 再加上Touchwood 我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還是還沒中過COVID 那所以醫生那時候就建議我打第三劑的Biontech 那我那時候也考慮了整個月 那我也有加入一些孕婦group 那他們很多人都是跟我說 在二十多週的時候打第三針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情況發生的 發燒也沒有 只是手臂有些腫 那在最後我就在第25週打了第三針 那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也沒有發燒 就是手臂有些腫 它又不是腫的 它有些像做完weight 它還很肌肉痛的感覺 那兩頭是有點累的 覺得很睏 不過我又每月可能隔幾個小時 就檢查一次自己的體溫 然後我又拿那個體溫的東西去檢查 那隻狗 那個體溫比我 不過始終我不是專家 還有每一個人的情況都可能會有不同 那所以懷孕的你們 還有懷孕的你們 我覺得你在考慮打不打疫苗之前 都最好問回醫生的意見 那說起打針 我在第三十週的時候 就打了白日咳 那政府為了免受拖兒 受白日咳的感染 衛生署無影健康院 是會為懷孕26至34週的人婦 提供白日咳的疫苗 那當然如果你怕什麼疫情 那些東西 你都可以選擇在私家診所打 那我當時在私家診所打 就大概要900元 但是無影健康院是免費的 那之後去到三十週打後幾個星期 我以為我的人反應已經完了 但是我的噩夢才真正開始 終於是非常之嚴重的那隻 我那時候胃孫倒露的問題是超級之嚴重 每晚臨訓前我一躺在那裡 我的胃酸就像是強水 在我的喉嚨上溶出來 它還要很刺激 刺激到我的喉嚨有點傷了 因為我喝熱東西或是暖東西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我的喉嚨是痛的 那些人經常說忍一下 其實忍不了 那時候是要扣喉將我的強水 不是強水 將我的胃酸套出來 然後逼自己套完之後 那一小時要快點睡覺 因為如果我睡不著 一小時之後 就會有新的胃酸製造出來 繼續刺激我的喉嚨 我那時候有將這個問題跟醫生說的 其實是很普遍的 因為去到三十多週的時候 你的嬰兒就已經越來越大了 他又會壓著胃 但他又未夠時間去入盤 所以他還在很高的位置 那時候醫生就開了一些 嬰兒都能吃的胃藥給我 那當然沒用 因為嬰兒的胃只有這麼小 那有什麼用呢 不過你的問題 去到三十四五週左右 就消失了 因為那個嬰兒就開始入盤了 整個肚子 我自己看到我的肚子 是低了很多 那個胃也沒有再被桌子摘著 又去到三十六週 就要檢驗有沒有B鏈球菌 不肯定我是有的 不過其實都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如果你有B鏈球菌的話 那醫生就會開一些狂生素給你 那你吃兩個禮拜左右 就不需要擔心 在生產的時候就傳染了寶寶 然後去到三十八週的時候 我就做了最後一次產檢 那現在都沒什麼大問題 那三十九週就很安心地入院了 那今次這條華人分享呢 去到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雖然說不上話 給了一些很有用的資訊給你們 但也希望懷孕的你們 以及已經生了小朋友的你們 會在這段影片可以找到共鳴感 那很快就會拍一條 我在醫院生產的五日四夜經歷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StayTune 那還有希望大家給點鼓勵 我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這個頻道 和Share這條影片 給你身邊的孕婦或者媽媽朋友看 想我拍什麼影片 都可以comment告訴我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migration Benjamin 喜歡 自己 waist Work 是